那是貓雄 那是B600 那是我們的 那是我們市府市府的活動 對對對 其實我們之前五月的時候 我們邀請了五個藝術家 那是雲南做的博物裝飾 五百小人的那個 然後馬來摩 然後我們第二階段有邀請了 所有的捷克來當我們的素人主教 那沒關係 移動攝影頭 對移動攝影頭 問一下是好運台北粉絲 對 有加入的 有加入的 沒有加入的舉手 沒有加入怎麼敢來 為什麼 為什麼會加入 請回去安置 沒有加入現在可以準備 可以先安置 然後我們其實我們接下來還有一些很有趣的 步驟會在捷運站裡面發行 那下個禮拜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下禮拜五開始可以去西門捷運站 我們會在西門捷運站1號宿口外面廣場 做一個很有趣的步驟裝飾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下禮拜開始到10月5號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 這個步驟裝飾的活動 那10月中開始 我們也會有一些很有趣的 兩半活動在捷運站裡面發行 那你們就可以自己來 留你們自己的好脾氣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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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講的第一階段就是好運樂台 五個樂台裝置 除了馬來諾還有蘇龍 在市政府有一個3D的地址 就要讓我們直播 然後那個忠孝復興在馬來諾的死亡地址 千里被查出 靜澤的阿倫 他因此當選經驗公司 好久沒有啦 我再開 然後他在文學系錄的南俊老師 他是一個對準的青寶王 他的動機比較更快 所以那時候整個樂台也變得很快 那大家有注意中間的紀念堂嗎 在有什麼 他會生痛的 你是斗區 你是斗區 你可以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 那個裝置 那個裝置有點可惜 因為那個地方太亮了 如果站是可以見暗的話 那個效果就非常明顯了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剛剛講的 移動攝影 我們到了四個禮拜 零四個禮拜 到四個站 然後有四個 第一站是西門站 小朋友來拍論 對學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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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學生 然後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是在新興建的主站 然後是 要使派台北外國人 對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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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講有趣的事 我們就會有 補充照片 我們大概9月 其實大概9月8號左右 在結日的月台上 就看到我們拍的那個電視座 所以廣告座 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各位也深圳 我們就去第三個 對第三個 而且是我們第三波的 異議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 等一下我們 最後在那邊 要求問大家 答對才可以做 沒有 不行就是在一起 從小 來